最近一段时间,NBA,每天平均新封格力的球员数,超过10家,每天大部分新闻,都是XXX触发健康安全协议,XXX10天合同,加盟XXX队,还差一条XXX比赛因为凑不够,8人被延期。 别说我们普通球迷了,可能连很多球员,都喊不出自己队友对手的名字。 今天绝金和篮网的比赛被延期后,绝金球员小李,就在网上开玩笑,说今天篮网出场名单上的人,他只认识,米尔斯,格里芬,托马斯,他们还被迫重新做一份球探报告。 他们说,你去访某某某,可是,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。 小李说道,得益于这种情况,也是唯一一件好事,就是很多本身不够资格进入NBA的球员员梦了,也有很多咱们熟悉,但已经远离了NBA的老熟人,重新回到了NBA。 小托马斯,就是其中一个,两场下来,小托马斯,一场19分,一场13分,虽然要等还不够多,但至少证明了,哪怕回归正常小托马斯,也起码还是有替补的水平的。 除了小托马斯之外,又有一个老熟人,今天重新回到了大家的视野。 据明记Mark's Pie报道,老鹰将使用困难特例,用一份十天合同,从发展联盟,签下蓝丝石壁纷纷。 这个,就不用梁某人介绍了吧。 大家应该都认识。跟石壁同场,热身时,炸石壁身后中圈附近那个人,还记得吗?热火冠军后卫,查尔莫斯呀。 回来了,那些以前经常提到的,最近几年,却忽然消失了的球员,都慢慢回来了。 之前,石壁分三,在发展联盟决金下属球队,大级流程黄金效力,跟小托马斯一个队,出场12次场军,能得到19.8分,8个篮板,4.3次助攻,伸手,还是像当年那么全能。 不过,上一次石壁在NBA打球,已经要追溯到,18-19赛季了,当赛季,石壁为胡人出场68次,场军还能拿到7.2分,3.2个篮板,2.1次助攻,打得其实还可以,但不知道,为什么突然间,就无球可打了。 首先排除年龄因素,当时石壁才28岁,今年也才31,原来才31。肯定不是因为,太老打不动就对了。 石壁回归后,球迷当然希望更多认识的球员,借这个机会,哪怕再打几场也挺好,被Q到最多的球员,包括科劳普德等等。 科六是真老了,但他觉得,自己还是能打,架不住打球好看呀,大家都喜欢。 还有因为大伤,同样几年没见的,布兰登耐特,最近,也在发展联盟打球。欧文都回归了,耐特不回来等一波英典回顾吗?